十一点热炒店升级啦 最火辣的娇妻团重磅登场 朱兴怡 杨坚沛 冯云珍 杨昊卢 王自明 张宇 林淑宇 杨佩杰 全新计划娇妻阵容 尽情锁定 周一至周四晚间十一点热炒店 我的事呢 就是和男友在飞机上 跟全机的人鞠躬道歉 也是在飞机上 这个状况就是 因为我当时那个男朋友 是一个上班族 那其实上班族都会有一些 比如说什么商业展览啊 就是你要飞出去看之类 那我记得那一年 是他们那个展览办在香港 然后他就要去香港出差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一看 那个他要出差的日期 发现说我这几天也有空 我就问他说那我能不能 因为我就很想要出去玩 我说可不可以 我就出机票前 然后你的饭店我也可以一起住 就是然后你去上班 你去工作 那我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这样子 然后他说可以 所以后来我们 我就跟他一起飞去香港玩了 这样我去玩他去工作 然后后来就是 最后一天那个 那个chip out 然后搭飞机嘛 然后在机场的时候 他就说 那个他的那个亲戚 什么妈妈啊阿姨啊 就是有托他买一些东西 然后可是因为他就 他就是那几天 真的确实是蛮累 就那几天他们都是 就那种商人 真的是都会去 比如说晚上还要social 都很晚回来 然后一早又要去什么 看展览 或是谈生意 然后真的蛮累的 所以那时候在机场的时候 他看起来就一副很想 所以一直跟我说 好累了 我要死了 我真的好累 然后我就想说 我说那不然这样子好了 那个你把那个清单给我 我说我去帮你买 然后他就 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 因为他很常去香港出事 他说可是香港机场很大 你可能不太熟 他觉得自己去买比较快 但我就非常的狡猾 我就跟他说 没事啦 你看那个路标都很清楚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去帮你买这样子 我说你就去那个登机口 就先睡一下 我们待会登机口见这样子 所以后来他就说好好好不然就让我去逛这样 然后呢我就开始很认真哦 开始找那些东西 但因为香港机场真的好大哦 然后常常比如说这个品牌 然后他就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我要走很久很久 然后我当下就是非常那个认真 我就是一心想要帮他把所有他家人交代清单的东西都买完 然后就在那个买最后一个东西结账的时候 我就听到那个有那个广播 登机广播 对 公机场广播 然后就说那个几号班几号班机的那个李小罗小姐 然后麻烦你现在立刻到登机口来 他已经要起飞了 广播第二次 我的妈呀 真的是我耶 然后我才一拿起手机 因为我都没有注意到手机 我才发现我男友大概打了十几二十通电话 他已经急死了 我完全没有看到时间就飞机譬如说是什么 下午两点半起飞 但是我已经两天了 我还在念那一天 对 那时候我就赶快回给他 然后跟他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是买完我现在赶快回去 然后就是拜托你帮我就是问一下那个 那个空姐啊 空服员他们 可不可以拜托就让我登机 不然我要一个人自己被留在那边 然后他就说你赶快过来我试看看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你知道 我就立刻要冲去我们登机口 是你知道那个那个登机口啊 因为比较有一行下二行下 偏偏要坐小火车 偏偏要坐小火车 手刀冲过去 但我还要再等那个小火车 再坐完小火车下来以后 再冲去那个登机口 然后我一到那边还好他就是 他们真的有等我 还等你啊 就是真的有等我 然后我一进去就听到 就听到我男友在跟大家道歉 说对不起啊 对不起 他就是肚子不舒服还去上厕所 就讲了一些我真理不舒服的 你也吃咖哩鱼蛋 然后就听他道歉 可是问题又在于 因为他托我去帮他的妈妈阿姨 那些买东西 就是买一些精品 我一上飞机 我手上去提的一大堆精品 而且我一路走进那个飞机 就我要坐到我的座位的时候 我还听到旁边有乘客说 不是肚子痛吗 还买东西 就是整个被酸 然后后来我就真的 很不好意思 我再也不敢跟他一起出彩了 你这样子真的是蛮讨论的 我真的是假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们看到这种 一定会想说 确确是职业的 对 就会想说 女明星购买 没有 拿那么多东西 等一等大概可以等到什么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都会等乘客 因为乘客的行李都已经上飞机了 如果真的已经延期到太久 可能10分钟 20分钟 我们就会把你的行李给拉掉 你就真的没办法下去 那就丢在路边这样 对 就丢路边 好危险的 因为整架飞机300多个人 大家等你一个 实在太受不过去 而且后面还有别的行程 对 我以前碰过一次 飞机一直不飞 然后大家口耳窗 在等一个人 等一个人 等了足够20分钟 到最后就看到一个 穿机长服的人上飞机的 机长也落晒 真的要等他 真的 没办法 不等不行 这一定要等 这不等也不行 女嘉 涛莉塔 涛莉塔 你可笑到忘了你要讲什么了 记得 你是有心的 还是故意的 我真的也是无心的 然后我的故事我觉得跟 浩夏琳的有一点点像 因为就我当时男朋友 你也是扮智障吗 扮智障 因为当时男朋友反正就上班族 上班族通常就只有五六日能够碰面 因为一到四都要上班 然后我不能不说 因为我就是一个摩羯座 摩羯座的女生通常都是比较不浪漫 就是我不太会做一些很浪漫的事情 然后有一天 不会塞呐啦 对 有一天我跟那个姐妹聚会 所以他们就在讲说什么 他们都会帮男朋友 比如说会角色扮演 或者会穿特别性感 给她一些特别服务什么的 然后就问我 然后我就说我都没有 然后他们就说我这样不行 然后就说你偶尔也帮你男生服务一下 什么的 然后我就听一听想说 好像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好 那我要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必须的 然后对 然后我就想我还特别去买 因为我其实睡衣都是那种 平常都是穿一些破烂的运动服什么 然后那为了为了那一个晚上 我还想说我就去买性感睡衣 我把性感睡衣有够贵的 那个布那么少 好几千块 布越少越贵哦 对啊 很奇怪 越透明越贵哦 对 很奇怪 然后可是因为我就想说不行 我就硬着头皮就买了下来 买下来之后就那个礼拜五 那个礼拜五嘛 就想说周末 然后我就那天就跟她说 那个宝贝啊 你今天几点下班什么的 她就说 今天可能会加班一个小时 可能呢 七点之类会回家 然后我就说 好好好 那我先去你家等你 好不好 她说好啊 因为我有她的钥匙 然后我就好哦 漂亮哦 我就去她家 然后呢就进去 然后呢就换好衣服 然后也摆一些什么漂亮的东西啊 然后浪漫 浪漫的东西 想说待会来 给她一些特别的 她姿势也弄好了 卧佛有没有 就在这边好 然后 是没 反正后来我就在她家等 然后等到大概七点的时候 真的那个 就外面船来开门声 我就站在房间门口 然后就穿那个 很贵的那个睡衣 然后我就这样子 这样子站的 靠在门上想说很性感 结果 门一开 居然是她妈 哈哈哈 她妈手上拿了两大袋的菜鱼啊 她妈妈要来做晚饭给她吃 她知道 然后我躺下就好尴尬 傻眼 就打开门衝进去 然后就换了一般衣服出来 然后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只好先装美式 然后就说阿姨好 阿姨不会那个恰脏喔 看起来很好吃的 想说要跟她盘宣 对 结果她那个妈妈完全都不太跟我讲话 然后就听到她在那边那个 那个妮妮男男的说 不搭不起了 恰心恰心 这样子 对 因为她就从此以后觉得 我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女生 然后她会觉得你就是 狐狸精啊 妖眼见过啊 这样子 殊不知我根本就没有 就只有那一天想说要做 什么特别的 就就出事了 一辈子做一次 然后第一次做就这样 真的 结果后来真的 后来就真的她妈妈 确实好像因为这件事情 就不太喜欢我 就以前原本那个 他们有什么家族聚会啊 都会找我去 后来就不太找我去 然后就算有趣了 妈妈的脸也都是蛮臭的这样子 然后又不太讲话 所以后来也分手了 这个睡衣烧掉